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節目 来到位于台中的热成宫 带大家一起封海西妈祖 这个热成宫的历史 已经是1990年了 历由台中市的文化祖散 固定都会三位 头正的路来窗户 总共三位 请妈祖 三位小妈祖 海西妈 三位窗户 热成宫的妈祖 又称汉西妈祖 190年前遗场虫害 造成台中地区附近的农作物 严重损害 百姓生计大受威胁 民不聊生 因此向慈悲为怀的 妈祖娘娘求助 也开启了大囤十八周 绕境祈福的契机 请妈祖去历境地 历史 我们妈祖的心里 很轻轻 去那里 祝福 社会的寺庙 差不多七八十周 传统 百万传统 驱赶了病虫害 恢复大地生机 汉西妈祖因此成为 台中地区的信仰中心 然而 它的足迹 确实开始于 两百六十年前 随着移民的脚步 从梅州出发 落脚台中的历程 在现在的地方 因为 这些训练后 要禁锁起来 就请不下来 伯母说 要这么定期 所以就做定期了 所以要定期开始 开始的时候 有哪个说的 带一个世间历后 在历程后已经改建 在年初的时候 就要大部分改变 就要大部分的历程 跟民国车 民国车的时候 再一个大部分改变 乐成功的镇殿 供奉汉西妈祖 后殿则共有 圣父母 玄天上帝 及观圣地君 抬随心君 于二楼玉皇大帝 观世音菩萨 及助生娘娘 左右护隆神殿 则共有 文昌地君 无露才神 华陀先师 及月老心君 众神明都十分灵验 吸引各地信众 前来参拜 拜伴就求 第一求家里 子孙祝平安 他做事顺利 马途娘娘 很敏感 现在很有敏感 大家如果来 我看日后 大家说 要来 让我做 收拼 还是要来 消失 每年都 拾一十个 很严寡 虽然 几经改建 起源于清代的乐成宫 在建筑上 仍包容 闽南市张派的建筑特色 随处可见名家风范 让乐成宫被内政部 指定为国家第三级古迹 格外具有历史意义 我们的国家三级古迹 里面是南市的建筑 里面面的柴植 柴植位 柴植位的电梁 柴植位是一个立定性台书的柴植种 而且是国家的台书 台面的一些木雕 酒雕 里面有些新杜 和麻祖楼 麻祖楼就是我们土工去年 土工七年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一百八十四五年的历史了 麻祖在台湾人心中 一直是慈悲为怀 救苦救难的形象 乐成宫延续这样的意志 现在不但是地方上的信仰中心 也肩负起关怀社会的责任 府里面有些禁止会痛 境界的 一些大致犯罪的警车 去我们地方的祖宫 那是七宫最早的 去一些学校的鸢鸢鸢鸢鸢 和一些家庭的设备不靠的 或是一些乐视团体的 都会用来我们的刀刀刀 今年的绕镜活动 晨曦百年来的传统 在二十二天的行程里 将走过上百个春里 七十几节妙语 将汉兮妈祖对百姓的祝福 与关爱 引以诠意 台中市长胡志强也到场祝贺 更亲自送妈祖上来教 闲事对汉兮妈祖的重视 在汉兮妈祖坐上特制藤教 和八位志工妈妈抬教 以及锣鼓炫天之中 从乐成宫出发 斩尖十八庄的绕镜行程 为三月风妈祖揭开序幕 也送上对国运与百姓的祝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